哈喽 今天小胖来到这边呢 是苏埃隆刚刚拿手持的Astoria OK 所以今天来开箱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Astoria呢 它到底是多么的充足 然后呢 先给你们知道一下Astoria会 coming with phase two 然后会是 similar的团队 也就是说architect developer 还有他的 event都是工人也好 都是同一batch的人 来打造这个phase two的 所以今天来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Astoria开箱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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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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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跟这个现实的这个建议呢 几乎是等于90%的similar啦 而且有更多 ok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这一家 额外的facility啦 在这个phase 1这边 so coming up the phase 2呢 ok 也是比较 ok similar这个project的 它也是主导freehold 比较大钱 价钱听说是一样的 so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是小胖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